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满的国际观察日记 这两天特朗普大势已去 军选财政两空 连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佩洛西等人还在对他重振猛打 眼看第二次弹劾又要来了 可谓失惨 闯下大祸,特朗普自然第一要了不少 不过他的胡盆狗友,国务卿蓬佩奥 还在打刷存在感 一周来,蓬佩奥不断暴走,连放大招 先是九日跟北塔综绑 时日又把野门洪赛武装列为恐怖组织 11日还宣布古巴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他指控伊朗和基地组织有联系 要加大对伊朗的制裁 11日呢,蓬佩奥还到美国之音总部发表演讲 但他丝毫没有提及国会山的骚乱 只是敦促拿政府钱的美国之音 鼓吹美国例外主义 还指导他们多报道 美国是人类文明,文所未文的最伟大国家 眼下外界对蓬佩奥最后的跳脚行为嗤之以鼻 毕竟过去几年这位骗子拙劣的政治表演 早就让他的外交形象破产了 在美国国会大厦遭暴力冲击的同一天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 皮诺曹蓬佩奥正试图改写过去四年的历史 列举出一楼框盆治经典谎言 结结实实地打了这个无良政客的脸 有美美说 蓬佩奥最近一系列骚操作 是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刻采取的闪击行动 根本目的是争取美国强硬派的支持 而蓬佩奥呢更是要抓紧最后的机会 给下任拜登政府疯狂埋雷 顺便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遗毒 要是一些顺利的话呢 他可能还想挑战下2024年的总统选举呢 据洛杉矶时报透露 蓬佩奥原本很希望自己四年后 被共和党选择特朗普的继承人 做他一回江山 但人算不如天算 特朗普大选失败打乱了这种算计 更令蓬佩奥难过的是 特朗普暗示他将在2024年再次参选 这么一来蓬佩奥如何自处呢 其实过去四年 蓬佩奥在应对朝鲜 伊朗阿叛的外交政策挑战上 做得很失败 尤其是一年多以来 蓬佩奥像行走的复读机一样 四处都受中国威胁论 想方设法地污蔑中国 坐实了自己不仅是个骗子 还是个无耻的骗子 总的来说 蓬佩奥之流 不是没让美国再次强大 反而树的永树 这样的人 要是四年后卷土重来 让人发笑的同时 也不禁令人打个寒战呢 我们下期见哦